12月5日零时,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解封 土豆阿姨孕妇生产,该小区发生的众多事情牵挂着网友们的心 不少出来透透气的居民表示,隔离14天最大的收获就是邻里之间满满的爱 居民李女士笑着告诉记者 他自己就买了两袋土豆阿姨的土豆,天天在家里换着花样做土豆菜肴 在隔离期间,他还经常看到有好心人点奶茶点心等外卖放在门口送给他们 隔离结束后,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带着一起被隔离的父母出门吃顿大餐 解封后第一时间,意外滞留该小区的网约车司机彭辉也顺利和女友重逢 他们表示,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一起回去过个周末,享受二人世界 两个人过个两个人的周末 因为14天,14天真的就是说长也不长,但是说短也不短嘛 对,因为我们也很少就是分开这么久,对对对 解封现场还出现了不少关心小区内滞留人员的市民们 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前来为明天华城小区物业送锦旗 据了解,明天华城小区51名物业人员是该公司旗下的员工 那么我们这次呢,特地作为上级主管公司 特地来接这些员工们来回家的 跟他们道一声,辛苦了,欢迎回家 11月20日,上海通报两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浦东周朴镇的明天华城小区随即实施封闭管理 截至12月4日,明天华城小区连续14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根据有关规定,12月5日零时起 这里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